汇训 再汇训 三汇训 向寿特法师宜温训 向佛宜温训 阿弥陀佛 请坐 大家先请合掌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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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居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来讲新经 翻过来 我没有做一只的命 我要写东西 我们上次讲到 上次讲到波尔 这个有所谓的三心 以三心形六度三心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是以空性见或是性空慧 我们讲性空慧 为根本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学佛三要 那菩提心就是波罗经里面的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相应作义 他波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 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作义其实就是你发这个心 一切自就是佛 佛是一切自者 你要证得像佛一样的智慧 其实就是证得阿尼多尚三百三菩提 这个叫做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这个是大波罗经里面 讲到菩萨的所谓三心 以无所得为方便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经波罗 那波罗就是重点 就是照见五印皆空 乃至于知一切法空 那这个是 这个波罗经里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大圣一定是以菩提心为根本 那菩提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的心 那么菩提心为什么一定要成佛 你正阿罗汉也可以离一切苦啊 但是是为了自立也要立他 那么自觉也要觉他 那么是为了要立一切众生 所以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如果没有大悲心 那个就是二称 你正阿罗汉 就是大称跟二称 身文跟菩萨最大的差别 就在以大悲心 所以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菩萨所缘 缘苦众生 那么大悲心怎么样才能大 就是必须要有信空慧 你要有平等的信空慧 你才能够冤亲平等 你才能够若暖身 若态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皆令入无语内反而灭丢身 你才大得起来 叫无我无私 就是你必须要有信空慧 那信空慧就是知晓一切法无自信的智慧 那重点在五蕴 重点在五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 我们上次讲到 那么观智在菩萨 那么形身波罗波罗密多使 照见五蕴皆空 那我们讲到观智在菩萨 那么你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谁就是观智在 那么一个典范学习的代表就是观智因菩萨 他是已经照见五蕴皆空的人 那么我们跟他学 我们如果也能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就是观智在 因观而得智在 观什么 观照五蕴无我 就是五蕴皆空 好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心经第一句 观智在菩萨 那么这个当然是叫我们要这样学 跟着这个菩萨学 那么谁能观照五蕴皆空 谁就得智在 所谓的智在 就是不再生死人为得解脱 度一切苦恶 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学 那么我们其实也就是未来的观智在菩萨 好 那么观智在菩萨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一句 行生 波罗 波罗蜜多使 观智在菩萨 行生 波罗蜜多使 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先讲这里 那现在先来看这个行生 波罗 波罗蜜多 这是波罗 波罗蜜多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行生 行当然是修行 那我们说过三种波罗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 波罗波罗蜜三种波罗 文字波罗 然后呢 观照波罗 然后呢 实相波罗 那么真正的波罗是这个 那么这个是一等个正的实相 叫波罗的 那么行就是修行 这个是文 一切的修行不离开文师修 这个是师跟修 这个就是正 我们现在在这个文的阶段 然后要进入 然后从这个阶段到这个阶段 所以 师就是你必须要如理思维 要了解他在说什么 要怎么样修 比如说我们在观 无印无我 我们要怎么观 从哪里观起 那么这个就是修 那么修行 行当然就是修行 身 为什么叫做身呢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道理 就是 佛陀曾经跟阿难 身是哪里在身 佛陀曾经跟阿难讲 缘起圣身 那简单讲 涅槃圣身复圣身 就涅槃背负圣身 圣身复圣身 好 那我们先来讲 这个身的道理 这个行当然就是 观照 行就是观照 所以要照见五云皆空 那么他在修的时候 依这个文字般若 在修的时候 那么他必须要有圣身的智慧 若若就是要有圣身 圣身基本上就是你要深入 深入的思维 如理的思维 我们只好常常在讲 佛法的关键在思维 佛法的关键在思维 那么思维必须有三个层次 要不然你就没有得到 你很难得到圣身的智慧 就是我们从经典文来的 他要透过思维 那么思维本身 一个如理思维 这个是最主要的 你道理一定要对 道理不对 你后来后面怎么想都不对 就是你一开始 拿花生去炼油 拿多少花生就炼多少油 你如果一开始拿石头去炼油 你再拿多少的石头 加多大的火 煮多久都炼不到油 就好像你一开始是拿水来喝 一开始喝了 喝一口就解一口的渴 如果你一开始是拿酱油来喝 你喝再多也解不了渴 越喝越渴 所以一定要先要如理 所以我早上才会跟大家讲 我们比如说我们念那个座 你要想那念这个座到底有什么道理 合不合乎道理 如理思维 重点在思维 可是单单如理思维就会有力量吗 没有 这个不够深 不够深刻 你很难相应 这个是表面的 就好像那个木头进过水而已 没有 进不久 进不久 它不能入木三分 它衬托不进去 你的智慧 入不了心 法入不了心 是因为你只是表面的而已 你没有入心 那怎么样才能入心呢 如理思维之后要怎么样 要专精思维 要一心 不管做什么都要一心 你在思维 你在唱会 都要怎么样 专注虔诚一心 所以要专精思维 所以佛弟子常常去请问佛说法之后 常常说一句话 我问佛什么道理 那么佛还没跟他讲 他就先跟佛说了 我问法后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怎么样 不放异注 这佛弟子去祛领经社 去竹林经社 那么见了佛头 问法 他先说 我问法后 我听了佛跟我的开始后 我问法后 独一进处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好好的想 专心的想 把道理想清楚 因为你的心没有力量 没有办法引发无肉慧 所以 无肉慧要在定的基础上 最少最少也要无道 味道地定 第九柱心的 九柱心的第九柱心等词 那么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不放异注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直这样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就安住在这种 专精如理思维上 所以 这个专精的如理思维 先要如理思维 然后要专精的如理思维 然后要怎么样 不放异注 要怎么样 硕硕思维 一次又一次的 你不是想一遍 想不通就不想了 那你没有专注 你没有深入 我告诉你 你的智慧没有办法深 你没有办法行深 你的修行不入心啊 法不入心 心就没有作用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会 为什么有些人听了 马上受用 因为他那个法律性 他那个深思细维 哦 原来是这样 他不用特别记 他不用特别记 他非常的清楚 他常常硕硕思维 就像你家 你家建你家的厨房 菜刀放哪里 碟子放哪里 油放哪里 灯灯在哪里 你是知道的 你用特别记吗 不用 你不用特别记啊 你去到别人家 你就要记啊 哦 还要找很久 你一开始学习佛法 好像进到别人家一样 东西找不到啊 你只要用找不来啊 不行 你要很熟 就像你家的厨房 你家的卧室 你特别要记 什么东西放在哪里 不用 那个就是你的东西 如果你修学的法 已经变成你生命中 就像你的呼吸的空气 你的血液 那么就在你的内心里面 那个叫做神 那这个神从哪里来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嘛 今天听完了 明天就忘记了 明天忘记还好 走出去就忘记了 那个有些就是 从这边进去 就这边出去 有些这边都进不去 那有些这边进去 这边进去 不行 这边进去 要到心里面来 就放在心里面 这个才生 所以要必须怎么样 塑塑思维 这个很重要 你的法没有经过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 它起不了作用 为什么佛弟子里面 有些这样想 舍利佛目见年 不用超过一个七天 一个十五天 大家设也是十五天 就在阿罗汉 差别在哪里 那有一些想很久都没办法 有一些越想越烦恼 那这个在当然跟他训练 跟他的训练有关系 那你如果就是比较 比较想不通的 你就必须要这样 我们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罗侯罗的故事 有讲过吗 罗侯罗 佛陀叫他观五窝 有吗 对啊 他就是这样啊 他自己这样想 那么想而不懂 还去讲给别人听 回来再想 从五蕴想 从六处讲 那么从缘起想 这个叫做生 要奴隶思维 要专精思维 还要硕硕思维 如果没有 那么他没有办法生 就是不生克 那么行生 为什么要生 因为缘起圣生 涅槃背负圣生 就是圣生负圣生 一般我们是这么说 缘起圣生 涅槃圣生 负圣生 就简单讲说 背负圣生 那缘起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这个是 佛弟子去问法后 他都这么讲 我问法后 独一尽处 请佛陀 请世尊为我说法 略说法要 我问法后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一柱 绝对不辜负 世尊你为我说法的期望 你随便问一问 听一听 那你问这些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你问了又不修 修了又不怎么样 又不修到究竟 像我们归一 要有一个归一径 为什么 我既然要归一了 我就要怎么样 我就要究竟 圆满究竟 对不对 我既然要做的 我就把它做好 我们讲像吴家讲的 有福学 学之福人 福臭也 我既然要学 我就把它学好 那么 如果学不好 我就不要学 既然要学了 我就要把它学好 既然要归一 我要怎么样 要归一就近 既然要说法官再见 不然就在家看电视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辛苦 这怎么 那么辛苦 又不把它做好 那干脆不要做了 意思就是这样 那我要文法 我特地跑来 请佛为我说法 那说了天罗欢喜而已 没有意义 天罗就是要用的 那要用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独一近处 专精思维 不放一处 我们说过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跟怎么样 硕硕思维 要一次一次的 专精如理思维 硕硕的专精如理思维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 你就会有盛生的智慧 盛大的功德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道理 好 我们现在要 我们现在要了解 的是这个五蕴皆空 怎么样 以这个时候智慧 正在修观照 就是在观照波乐的时候 观照什么 观照五蕴皆空 那么要怎么样生 那我们先来讲 为什么要有盛生的波乐 因为远起盛生 我们先来讲远起的道理 这个部分是最主要的部分 后面都是在讲 从五我延伸出来的 就是五蕴皆空之后 才延伸 后面那么多 那么重点在这里 好 那我们先来讲远起的道理 那么远起有所谓的 流转跟环面 流转是什么 流转是什么 流转底下是什么 流转是生死流转 它底下是什么 有因有缘怎么样 对 这个很简单 这个要非常熟 这个是根本道理 要像你家厨房的菜刀一样 要非常熟 放在哪里要非常熟 有因有缘怎么样 世间集 世间就是这个五蕴世间 我们讲世间有三种世间 哪三种 五蕴世间 友情世间 然后呢 气世间就是国土世间 对 那么好 那么环面的呢 环面的是什么 有因有缘世间灭 对 有因有缘世间灭 这个就是涅槃 这个是生死流转 生死流转 当然是凡夫的生死流转 这个是涅槃环面 解脱 当然是圣者的涅槃环面 那么 他说缘起圣生 缘起圣生就是什么 生死流转的这种现象 这种道理 非常的深 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就好像我们为什么 出现在这个世间 我们为什么会受这些苦 我们为什么一直重复的受苦 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不知道 你采取的方式就错误 就好像你不知道 你以为是上天赐给我的 你以为是偶然发生的 所以你就求天 求神 求佛 去掉我的苦 其实不是的 那么 这个叫做缘起圣生 就是你要了解 众生生死轮回的 这样的原因 这个道理很深 那么你一定要了解了 灭盘圣生 复圣生 备复圣生 那我们先来了解这个 先讲这个好了 那么众生为什么生死流转 我应该有大家跟他讲过 为什么我们会生死流转 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 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见跟我爱 如果从十二支缘起 第一支是什么 无名 什么叫无名 什么叫无名 不知道无我就是无名 你看 所以我见是生死的根本 照见无运皆空 知道无我 就是解脱的关键 那么你对于怎样的生死 无名言行 行言世 世言 名色言 名色言六路 六路言处 处言受 受言难 爱言取 取言有 有言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 就是你对于这样的现象 你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痛苦 为什么会有烦恼 我见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我见 什么是我见 怎么样去除我见 这个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怎么样 不断地生死流转 那么这个道理 圣身 那涅槃圣身 复圣身 你知道了这个道理 你还要观照 知道方法 你观照 你知道五印 现在我们知道了 五印是生死的根本 观照五印皆空 是解脱的关键 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无理思维 受孙专精思维 受受思维 一日复一日的修 你才能够彻底 完全地知道 所以 你知道生死流转的现象 它的原理 然后你观照五印无我 契录无我的真理 实相 契录实相 而正德涅槃 这样圣身复圣身 因为你要正德 你要了解缘起 你要单单这个五印 等一下我们就来讲这个五印 就是这个我 我见我爱 我们要讨论这个我 可能这一节 不知道讲得完 讲不完 就是说 这样的现象 我们要先理解 到底什么是我 因为佛法的核心在无我 一切贤圣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重点在无我 那你要知道无我 你必须先知道我 什么是我 你才知道什么是无我 那我就是一种生死现象 所以有因有缘世间集 你必须先知道这个 你才能够有 才知道有因有缘世间面 知道它的关键在哪里 好 那 所以 这里讲到 缘起圣身 涅槃圣身 复圣身 备复圣身 那你 要行身 所以才必须行身 波罗波罗蜜多 要有圣身的智慧 才能够见到圣身的原理 才能够震到 圣身的涅槃 好 那这个 这一句 就是这样 就行身波罗波罗蜜多 那我们说过 身 要从思维中来 三种思维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是 你不要背给我听而已 你要记在心里面 回去要好好地想 那么 现在来讲 这个我 我们来讲这个我 照见五蕴接控 我们先讲五蕴 这个我 其实还蛮复杂的 那么 阿含经 杂案里面讲 若沙门婆罗门 既有我 一切 不管你是想什么样的我 基本上 不离开这个五蕴 一切 皆与 此五寿阴 既有我 五寿阴又叫做五曲韵 又叫做五蕴 就翻译的问题而已 也叫做五寿阴 叫做五曲韵 或叫做五蕴 就是 我们的我 见不外乎 就从这个身心结构 里面去执着 有这个我 那么 若沙门婆罗门 既有我 一切皆与此 五寿阴既有我 既色是我 亦我相战 如是受想行事 是我 亦我相战 他有三个 是我 亦我 相战 我们先来讲这个我 先来讲这个我 再来讲这个无我 那么就是 五蕴就是我 我们先来看五蕴 五蕴只是 我们分析这个我 这个身心现象的其中一种而已 其他还有什么 六处 还有什么 六戒 叫做蕴处戒 要不然来讲 先讲这个五蕴 五蕴是最多的 大家设解己佛所说的法 可以解脱的法 就只有四个部分 主要的四个部分而已 第一个就是专门讲五蕴无我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讲六处无我的 第三个就讲圆起无我 包含四地 包含六戒无我 我们讲圆起无我 就是叫杂音颂 他有圆起四地 四十 最主要的就是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圆起无我 后面第四个部分是三十七道品 什么修行正德这个无我 除了观照之外 你还必须有哪些加行 就是三十七道品 好 四年初五四正前 怎么样 有一个次第怎么修 这是大家设 跟大家设带领阿难等五百阿罗汉 解己佛所说 一切解脱最重要的法 基本上就讲无我 跟怎么证得无我 就讲这两个而已 无我 什么是无我 怎么证得无我 现在我们心经 其实也在讲这个道理 当然心经的范围又广一点 那么 这个我们先讲这个 是我 五蕴就是我 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义我 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五蕴在我中 我在五蕴中 我们大概先知道就好 因为这个我很复杂 我们慢慢先讲 先讲五蕴 先讲这个五蕴 就是说 若三人婆罗们既有我 一切皆于此五受蕴既有我 那么既色是我 既色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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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我相展 受想行事 是我 亦我相展 就五蕴 那五蕴是色受想行事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我的问题好了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韵处界讲一下 佛法里面分析这个我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讲 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六处无我 那一般部派 他就依蕴处界来讲 我们看五蕴 六处 六处 这个是身心的分析 那么五蕴是色受想行事 六处 是什么 言耳鼻舍身意 六处是什么 六处是什么 地水火风空事 地水火风空事 那么色受想行事 这个是心 这个是身 这个是心 这个是身 就是不外乎叫做物质跟精神的现象 物质跟精神的现象 那这个基本上 那么这个是 因为这个是物理性的 物质性的 所以这个是降于物理的 这个是降于物理的 这个心只有一个事 但是地水火风空 这个是就物质情况来讲 所以这个是降于物理性的 这个是 异就一个心 那么言耳鼻舍身 这个叫做五根 这个是生理现象 这个是降于生理的 这个就是对我的分析 降于物理的分析 降于心理的 生理的分析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的现象 叫做心所 降于心理的 那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到底什么是我 你要先分析了解什么是我 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我 就好像你要先知道 生死流转到底是怎么来 你才知道怎么样缓灭 怎么样可以不流转 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是 这个是你要看知道 这里的生就是连结到这里来 所以是底下有言耳鼻舍身 地水火风空 那这个是跟这个意 就连结到这里来 有受想行事 就心讲的层面比较多 那这个是佛法从 这是分析我们的身心状态 大概有这三种 叫做六戒 六处 五运 那么一般就表它叫做运处戒 那这里纯粹就是观的身心现象 那么六处 六处除了这样之外 它重点六根的目的在哪里 因为根会对什么 六层 你看 根会对六层 眼对 眼对什么 眼对色 耳对身 色身香 我们看 我们这样看 就是这个色底下 这个色底下有六根 我们写在这里 主要是这个跟这个 色底下有六 详细啦 有五根 一 耳 鼻 舍 身 那么它讲根一定是连结到什么 连结到层 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眼色 身 香 味 处 所以这个色跟这个色不一样 这个色跟这个色不一样 这个色字指我们这个身体 包括眼耳 鼻 舌 身 甚至包括色身香味处 都在色法 这个五蕴的色法里面 那六处的色是眼睛所对的色 那个不一样 那个单纯只是你所看到的东西 那个叫色 如果在五蕴的色法里面 色身香味处 眼耳 鼻 舌 身 都是属于五蕴的色 那这个要分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讲处也是这样 这个色身香味处 这个叫做六根 这个意 后面的意根 意根 对 法层 那这个叫做根 六根 这个叫做什么 六层 重点是这样的 那么根层 六根接触到六层 根层合合生什么 生四 有六四 就会了别 根层合合生什么 生六四 四就是了别 六四 这个六四纯粹只是了别 了别这个眼所见到的色 了别 眼睛所见到的境界叫做眼四 了别耳朵所听到的声音叫耳四 了别身体所接触到的冷热 坚硬 暖硬 这个是深处 这个叫做深四 它重点在了别 所以眼四 耳四 鼻四 舌四 深四 这个是意识 我们要把它 连起来看 那 根层合合生四 根层合合生四 佛法都这么讲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 生死是因为业 业是因为烦恼 烦恼是因为我见 我爱 烦恼是因为我爱 我爱是因为我见 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一层一层去跟它拨开 一层一层去跟它了解 那么 根层合合生四 合合就是 气应了 相对应了 我眼睛看到这个设法 我看到这个人 我好漂亮 我看到这些钱 我好多 我看到东西好好吃 声音好好听 就是这样 根层合合生四 就是其了别 那 根层是合合呢 根层合合生四 那 根层是合合呢 生什么 生处 了别之后 它会产生一种现象 处就是对境界的认识 完整的认识 这个是处 对境界 包括眼睛看到这个东西 耳朵听到这个声音 鼻子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其了别 他在骂我 他在赞叹我 这个人怎样 开始整个认识 那么这个叫处 根层是合合生处 处之后 就是你认识了这些境界之后 你会产生什么现象 会有心所 心里会有反应 处聚怎么样 受享识 就是这样 这个是佛佛常常告诉我们的处聚 处聚 生受享识 叫处聚受享识 就在这里了 跟层是合合生处 这个处跟这个处不一样 跟层是合合生 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 就有什么 有处 这个意不要 我们把它弄掉 有处 六根都有 这个处跟这个处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 这个社跟这个社不一样 这个社跟这个社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你们擦过了 这个跟层是合合生处 这个处跟这个处不一样 这个处就是身体所接触的 冷 热 暖 硬 这些 冷 暖 冷 冷 热 暖 硬 这些东西就是处 那是这个处 但是这个处是对境界的一个认识 那么开始会 这个处也是新手 它开始会有反应 叫做受享识 这个行运 五运里面的行运 它是新手 除了这个是最复杂的新手 这个新手以私心所为主 以私心所为主 这个是受 受就是苦 热 不苦不乐 感受 我 这个人骂我 我听到了 我知道他在骂我 处之后 我很生气 我想他怎么可以骂我 我领纳了 然后我开始想 私 我们讲思想思想 他怎么可以骂我 开始很生气 动发生口 我也骂回他 那么 当我在骂他的时候 那个叫做已经造业了 那个是透过这个私之后 行新手以私心所为主 那么除了受 后来的佛法分析 这个新手非常多 十几个二十几个 善的恶的 非善非恶的 非常地多 那么 但是 就是除了受跟想之外的新手 都在行新手里面 所以行新手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理反应 心理作用 除了受跟想 其他的心理作用都在行新手 行新手以私心所为主 私心手有三个 又有三个层面 神律 决定 动发 神律师 决定师 动发师 神律 决定 动发 动发之后 就动发生口 就造业了 就是我们怎么样造业 怎么样起烦恼 起烦恼 造业受苦 他不就是这样吗 苦就是有生死嘛 又说未来的生嘛 我们要了解到底我们都是怎么样生死流转的 有没有了解这真现象啊 那 他根本原因就是 如果讲简单叫做获业苦 获业苦 苦就是有生死啦 生死流转轮回啦 那么他是有业 那业怎么来 业是起烦恼来 那烦恼我们就在讲那烦恼怎么来 烦恼就是这样来的 根层何而生事 根层是何而生处 处聚受想失 然后这个处叫做无名相应处 无名相应就是 你这个是没有照见无印皆空的 你这个是以我见我爱为根本而起烦恼的 那么他因为我见我爱为根本起烦恼 他就 他就会累积未来生死的因 那么如果你已经照见无印皆空 你一样有处 佛陀也知道 佛陀也知道提伯达多要害他 也知道外道在骂他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也是知道啊 他一样有处啊 他不是没有处 他一样有眼睛啊 他一样有眼睛 他一样看到提伯达多 他一样知道提伯达多在骂他 要害他 他不一样啊 比我来讲 讲提伯达多好了 提伯达多是一个现象 他是佛弟子 如果是佛 佛看到提伯达多 阿难 提伯达多的弟弟是阿难 阿难是提伯达多的弟弟 提伯达多是阿难的亲哥哥 阿难看到提伯达多 跟提伯达多的弟子 跟一般的佛弟子 跟一般的佛弟子好 佛弟子 佛 佛阿难 那么佛弟子 佛弟子里面 比如说凡夫的弟子 跟圣者的弟子又不一样 凡夫弟子跟圣者的弟子不一样 我们讲他的凡夫弟子 比如说好 讲那个 讲那个 讲那个波士逆王好了 然后还没震国的时候 波士逆王 那么另外 提伯达多的弟子 提伯达多也有弟子 那么提伯达多在骂佛的时候 佛听到了 阿难听到了 佛弟子波士逆王听到了 提伯达多的弟子听到了 他各有处 跟层 耳根 声音 你的耳根 听到提伯达多的声音 在骂佛 你了别人知道 耳事知道提伯达多在骂佛 佛 也有处 佛也有 跟层是合合身处 一样有 他一样有耳朵 他耳朵听得到 声音他听得清楚 他也知道 这个人是提伯达多 这个人现在在骂佛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知道 但是你看 佛听到了 他会有什么反应 他只是知道 这个提伯达多的鱼痴 他起烦恼 他会不会生气 不会 他会不会烦恼 不会 但是他知不知道提伯达多在骂他 知道 所以 佛一样是处 但是他是名相应处 所以重点这个处 处跟受 像受 那么你的苦受热受 其实是由你的名无名 尤其是心里面的苦乐 基本上是由你名无名来 这个处 佛法讲 在你认识境界的时候 因为烦恼都是 烦恼都是跟成事来的啊 你平常怎么起烦恼的 当然都是遇到境界才起烦恼的嘛 你平常没有事不会起烦恼 坐在那里会起烦恼 是因为你想到过去的事 想到未来的事 那个是义跟法 那个是义跟法 虽然那个人没有现前 但是你想到昨天那个人卖 那个是你昨天的境界 你把它提出来看啊 义跟法 义跟法成 那还是会起烦恼 所以你的烦恼不外乌是 不外乌是跟成事 那么一定要与你起了别 你不了别 这个人用温语骂你 我都听不懂英语 我只知道他很生气 我也不知道他在骂我 我会生气吗 我不会生气 我都不晓得他在骂我 我怎么会生气 但是我听 那个人翻译给我听 知道他在骂我 我就开始生气了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事了别的 那么产生什么 无名相应处 名相应跟无名相应 重点是这里哦 那你为什么会有名无名 当然名 就是你了知一切缘起 无我的道理 你知道这一切现象 都是因缘生 因缘灭的 幻化的 你并不会受这些现象的影响 但是你知道现在发生这些现象 所以 一样提伯达多的佛 听到提伯达多在骂他 阿难听到提伯达多在骂他 阿难 是很恭敬佛的 可是这个又是他的亲哥哥 所以佛是完全没有爱证的 没有爱证 无有爱证 没有烦恼的 阿难 阿难他就怎么样 又爱又恨 其他哥哥为什么要骂佛 因为他觉得佛被骂云无辜 可是他又是他哥哥 对提伯达多可能是又爱又恨 这个佛弟子如果是 比如说波斯尼文 他听到提伯达多要骂佛 他就很生气了 他可能 如果可以他会把提伯达多怎么样 关起来或是把他处罚 或是甚至其他的 其他的佛弟子 他就会咒骂提伯达多 跟着提伯达多起烦恼 提伯达多骂佛 他就骂提伯达多 一样都骂 我们就会这样哦 我们会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般的凡夫佛弟子 不一定不波斯尼文 我们就举例了 那提伯达多的弟子呢 就高兴了 他觉得他师父说的对 佛不对 帮着师父骂佛 一个境界 因为你的认识不同 你的感受不同 他有很多的无名相应处 那么这个都各个起烦恼 除了佛之外 那舍利佛目见人当然也不会起烦恼 提伯达多有两个弟子 专门在骂舍利佛目见人 毁谤舍利佛目见人 那么当然他们也不会起烦恼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 为什么不会 当然就是你有缘起的观念 没有缘起的观念 那么你的生死 基本上就是因为你累积烦恼 那么这些烦恼 动发生口造作恶业 这些恶业 让你生死受苦 你有杀生的业 你就有短命多病的苦 你有偷盗的业 你就有贫穷悲贱的苦 你有血淫的业 你就有眷属逗乱的苦 那么这一些种种的业 就让你受种种的苦 那么轮回六道受种种的生死 那我们讲缘起甚深 那么这些道理 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思维 你不了解因果关系是怎么样 佛教徒很多人都知道因果 但都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什么是非因既因 缘起就是因果的道理 缘起就是因果的道理 什么是非因既因 这样做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却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举个例来讲 我生病了 一般人生病了 第一个去药师佛前面点一盏禅命灯 写一张消灾严寿的牌位 念一部药师经 绑一些五色线 然后就要怎么样 就要消灾严寿 我问你 这样做就可以消灾严寿吗 可以吗 那个叫做什么 非因既因 为什么 你之所以短命多病 短命多病是一种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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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 杀生来的嘛 不慈悲来的嘛 害人来的嘛 害心 撑心 杀心来的嘛 你有这个心 然后造作那个业 那么造作这个杀业 伤害的业 杀生害命的业 我们讲杀生害命 杀生害命的业 是从这个业来的 所以你必须改正这个什么 改正这样的业 你才能够不受那样的苦 你要没有那个业 你那个短命多病 又不是药师佛造成的 所以你去求药师佛 药师佛给你加一点 加个五岁 加个十岁 你送一部药师金 就加个两岁 加个三岁 哪有可能这样 所以这个就好像说 有些人 有些人他家的狗往生了 他帮他念佛 让他超入到极乐世界 非因即因 你家的狗会做很狗 那么如果要往生极乐世界 他必须要具足什么 他必须要具足信愿行 你有信愿行 你家的狗没有信愿行 你要他往生 你跟他念佛 他就能往生 那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符合因果吗 当然不符合 所以但是我们 大部分都在做这样的事 所以很多人 其实不了解因果 缘起生生 因果业报的道理 很多人还是不清楚 因为这样所有你的方法 很多都是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这样做 这样做 是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你却整天都这样做 想要达到那样的效果 有可能吗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现在很流行的 你一心念佛 就能往生 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吗 很多人认为 你只要一心念佛 就能往生了 没有啊 如果念佛依无量寿经来讲 念佛依无量寿经来讲 无量寿经跟你讲了 那如果是 如果是依这个 依这个阿弥陀经 那么祖师认为 我一大师讲信愿行 这是往生的三支粮 依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 都必须具足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哪四个 有讲过吗 没有 我很多地方讲 所以我到底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无量寿经讲 三倍往生 都要具足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好像你出国一样 要准备护照 没有护照你出不了国 第二个 要准备机票 没有机票 你也出不了国 第三个 飞机要有飞 飞机没有飞 你有护照有机票也出不了国 第四个 你人要到 你没有上飞机 你也出不了国 飞机 你的人 你的机票 你的护照 这个是不是出国的必备条件 你从这里到那里 你一定要具足这四个嘛 你少一个你都不行 你护照办好了 机票买好了 飞机有有飞 但是你迟到 你没有坐到那班飞机 你一样不能到 是不是 那这个 你到了 机票也买好了 护照也买好了 但是飞机停飞了 没有飞了 像现在疫情飞机都停飞了 你也不能去 飞机有飞 你也到了 护照也拿了 就没有机票 又买不到机票 你也不能去 没有护照也出不了 或是说我们讲签证 一样 你护照签证机票 跟飞机有飞 那么基本上缺一不可 那么无量寿经里面讲到 三倍往生 如果我们要往生 往生净土 净土其实很多净土 但是 我们现在就讲 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是我们最常 念佛的人最多 但是大家都想过 大家都想说 我一心念佛 回向花怨就能往生 我告诉你 无量寿经不是这么讲 很多人甚至没有回向 这是念佛就要往生 甚至你帮你的家 帮你的猫狗念佛 你就希望他往生 你就希望他往生 他连念都没念 他连回向都没有一下 你帮他念 他就能往生 那就更颠倒了 那你看 我们很多人都做这种事 没有因果观念 那我们现在来讲 无量寿经讲 我们刚才才念佛来而已嘛 对不对 无量寿经讲 念佛往生 必须要具足四种必备的条件 第一个是什么 三倍往生都要怎么样 发菩提心 有很多人念佛没有发菩提心 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你为什么要去极烈世界 很多人没有要发菩提心 像韦提心一样 为什么要去极烈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 我不想在这里 赶快让我离开 这个不是菩提心 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 如果你没有要利 如果以无量寿经来讲 无量寿经来讲 要发菩提心 三倍都要发菩提心 我们大概讲就好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 第二个 第二个 要修诸功德 他不是叫你念佛就好啊 没有啊 那么这些功德 他不外乎是戒定慧 那么清净身口亦善悦 勤修戒定慧 灭贪真痴 那么五戒时尚 不外乎这个 第三个 所以这里就分出 俯提心是一样的 第三个我们先讲 你们回去看五戒上说 已经就知道了 第三个就是一向专念 当然你就是念阿弥陀佛 你不能念要师佛 然后要回向往生阿弥陀佛 那当然就不行了 那所以要一向专念 第四个就是什么 回向发愿 那我们通常只做到这个 那顶多做到这个 那你就要往生我告诉你 你好像少了签证 跟少了机票一样 去不了 那回向发愿 你如果真的要往生 你除了一向专念 你还要回向发愿 怨生彼果 这两个 但是不是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很多佛教徒 只做到这两个 没有 要发不提心 要修诸功德 从修诸功德里面 才分上辈 中辈 下辈 像我们如果 像我们受八观灾界 他也是修诸功德的一个 如果你持着亲近 你如果要往生 至少是中辈以上 如果是上辈 他是什么 上中下 上辈 中辈 上辈 上辈是大修功德 要修很多功德才能上辈 最主要就是要会 我们说过 不外乎是戒定会 要有定会 你才有办法 一向专念就有定 那么 要有会 那么中辈 就是要有戒 下辈至少要多少修善 要有福 那么中辈 多少 中辈就是修诸功德 中辈就是这个 修诸功德 上辈是要大修功德 中辈是修诸功德 下辈 多少修善 修善法 布施啊 这些 词戒啊 多少修善 五量寿经讲的 不是我讲的 五量寿经讲的 第三辈都要这样 都要这样 那么上中下辈 差别在这里 所以你们真的要念佛往生 要记起来 我们今天主题不再讲这个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 佛法有讲因果 这个是往生的因 往生净土是果 往生的因 必须要记住这四个 所以因果的道理 很多佛弟子 基本上都是非因祭因 非果祭果 甚至认为 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有发大愿 你要念佛 甚至是实念 他就来接你了 没有 他有讲 要发佛迪心 修诸功德 一项专念 回一项发愿 好 那我们现在回口头来讲 这个五蕴 烦恼 根 臣 事 合合生畜 畜聚 受想 失 神力 决定 动发 动发就是动发生口造业 造业 造业 我们就一业而感召生子 这个就是无名原形 讲到最初的 因为带着这个无名相应的 造业 所以无名原形 就是以我见我爱为主的烦恼 那么发动生口造作恶业 扎染的业 那么这些业 让我们流转于六道之中 生死不已 生死不已 如果从佛法来讲 他讲 这个一切众生 就是佛讲 无死生死 皆是什么 朱比丘 无死生死 无名所盖 爱解所信 长夜轮回 应该讲众生 于无死生死 他是这么说 我们如果叫原文他是这样 朱比丘 我们现在要找到 我们为什么 起烦恼造业 为什么会有生死 我们先把这个道理 先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生死的根本是我见我爱 解脱的关键在于造见无运无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 要学般若的问题作战 只有智慧才能够让你造见无运无我 才能够在你在根尘世 和合身处的时候 你能够名相应 而不是无名相应 这样你才能够渐渐趋向解脱 朱比丘 这个是佛讲的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众生 这个瓜虎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但是这样比较好 一切众生 无死生死 就一直生死生死不已 那是为什么 无名所盖 无名所盖 爱解所欣 我们说过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有我爱我见 我见有我爱 我爱有我所爱 我爱我所爱 就跟尘世和合 那么就起烦恼造业 那么有业 业成熟受报 就生死六道 就这样 无名所盖 盖就是父盖 无名所盖 爱解所欣 所以 因为我见 就会有我爱 我见 就会起我爱 那么我见我爱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就会起烦恼造业 不断的造业 不知道要停止造业 不知道要怎么样控制烦恼 那么你就因这个不断造业 不断起烦恼造业的这个过程 你就会感召不断的生死果报 造恶业越重 受的苦就越多 那么最多就到三恶道去 到无间地义去 那么最好 越少一点了 但是还是有杂兰 带着有我的业 我见我爱的业 虽然修戒定位 最多到飞翔飞翔天 一样不能离开生死 但是 这个就是他讲的根本所在 我们先了解 我是怎么一回事 我有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无名守盖 爱解所戏 所戏服 覆盖戏服 烦恼戏服 一切的烦恼 都以贪爱为主 那么长叶轮回 这个是简单讲 长叶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就是我不知道苦从哪里来 我只是受苦 那我一直苦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 以前 以前我妈妈在受苦的时候 孩子不孝心 我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他就会这么讲 我们就会讲 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我才会遇见你 我才会生下你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才会受这种苦 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受苦吗 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们有种种的苦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我们常常会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会受这种苦 但是我们信了佛之后 我们会觉得有业 我过去有造业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造了什么业 你也不知道啊 这种其实 其实他都是有盈有缘 但是我们知道 但不是很知道 所以因为这样 长夜轮回 长夜就是什么 一直以来没停过啦 一直以来就这样 一直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就是苦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我为什么会受苦 所以我常常讲 学佛 学佛 只要知道两个道理就好 我为什么会受苦 这是第一个 我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这是第二个 学佛就学这两件嘛 知道我怎么会受苦 这个就是生死流转啊 知道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这个就是涅槃完灭啊 不是这样吗 那这个必须先从 知道怎么受苦 你才知道怎么不受苦 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 为什么会生病 你才知道怎么医他 怎么可以不生病 一样的道理啊 好 那么这个是简单讲 简单讲 就是朱比丘 一切众生 无死生死 皆因皆有 无名所盖 皆是无名所盖 烦恼所 这个当然是我们家的 因为经文是这样 无死生死 无名所盖 爱解所信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讲我们现在的状态 我们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生死 一直在起烦恼 一直在造业 你都不知不觉 现在开始要察觉了 我起什么烦恼 什么叫烦恼 有哪些烦恼 我起了哪些烦恼 如果我没有办法克制 我不起烦恼 我怎么样 可以克制我起烦恼的不造业 它是一个层次 我怎么克制 因为你有时候 没有力嘛 我们讲 我无力 我常常讲 我们会造恶业三个原因 因为无知 因为无力 因为无奈 那么学了佛之后知道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但是你慢慢学习 你慢慢知道 原来是这样 不是你知道你就做得到 你 不是说我们学佛 要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悲慈悲 要冤亲平等 哪说冤亲平等 就冤亲平等那么好 明天那个人骂你 你贴我消业障 再骂你 对不起对不起 再骂你 我不发挥你帮我当病猫 就这样 我死人你而已 没那么容易啊 没那么容易啊 真的啊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了解 我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 起烦恼而不照应 那么再进一步 我怎么样不起烦恼 或是让我烦恼的 我说过吗 让烦恼的时间 减短 缩短 让烦恼的次数减少 让烦恼的程度减轻 你要先做到这个样子 你不是说不起烦恼就不起烦恼 没有啊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你知道 还要做到少贪之少贪 少称之少称 然后慢慢才知道 无贪之无贪 无称之无称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都是要透过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而来 要不然你做不到 你自己起烦恼 你都不知道 你还知道 怎么样去对峙烦恼 所以早上我们说八观灾界 要忏悔 你还必须要忏悔的前提是 你要知道 你要忏悔什么罪 你为什么造这个罪 你要先认错 你没认错 你要忏什么悔 所以这个是重点 好 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讲 还有细一点的讲 详细一点的讲 我们讲到几点 五点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这个我见的东西 它是这样 它说佛陀 我们说过佛陀在讲 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通常都举两类 一种叫做愚痴无闻凡夫 一种叫做什么 多闻圣地子 愚痴无闻凡夫就是不知道道理的 那一种多闻圣地子 就是听闻道理比较多的 了解的 愚痴无闻凡夫 它说 先了解生死到底是怎么来 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愚痴无闻凡夫 无闻所妇 爱缘所戏 这个是简单的讲 这个是详细的讲 妇跟盖一样 爱缘所戏 他是爱缘所戏 一样 无闻所妇 爱缘所戏 得此事生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世生就是什么 无孕生 有情世的 有世之生 就是说我们这个无孕 我们这个身心到底怎么来的 基本上无名为父 贪爱缘母 才有这个来的 简单讲是这样 我得此事生 比无名不断 他就告诉你原因 比无名不断 就是你要能够解脱 你要能够 基本上我们前面讲 照见五音皆公就是名 比无名不断 假设你有我见 有我爱 你要先从我爱开始断 那当然你直接从我见断 我爱就断了 但是直接从我见断 那个不容易 所以从我爱 我爱就要从离欲开始 因为你所爱的就是什么 就是无欲嘛 欲戒所爱的就是无欲嘛 你要所以八观在这就是谁啊 先离欲清净开始修 扫意知主开始修 比无名不断 爱缘不尽 他这里是在讲 无名所甘爱缘解戚 常业沦违不知苦之本尽 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受苦 一直在受苦 那现在告诉你 比无名不断 爱缘不尽 生坏命中 就是这一生死了 你下一生就继续 这一次苦受完了 下一世苦再继续 这个苦还没受完 那一苦紧接而来 有些是这个苦刚受完 那一个苦就来了 这个苦还没受完 那一个苦就来了 又来了 一下子同时很多苦 苦一个一个来 刚受苦没有多久 等一下马上又受苦了 就常常这样 每次都这样 做人也这样 做动物也这样 做国也这样 神天也这样 没有初三界以前 你不可能理苦 那么生坏命中 他讲这个道理 就是 于此乎乎凡夫 无名所乎 爱缘所信 得此事生 我们这个五蕴生 到底怎么来 男的女的 黑皮乎黄皮乎 台湾人 中国人 美国人 有钱没钱 父母好不好 兄弟姐妹有没有 这很复杂 都是有因有缘 都是一业轮违 生坏命中 凡夫受生 还要再受生 那么受什么生 不一定 看你造什么业 凡夫受生 还会在什么 还会在受这个生 五蕴生 还受生故 不得解脱 只要有生 就有什么 就有死 只要有五蕴 就有苦 只要有生 就有苦 生坏命中 还护生 这一生死掉了 下一生继续 生坏命中 凡夫受生 还受生故 不得解脱 生老病死 悠悲恼苦 悠悲恼 的苦 种种的苦 爱别离 愿正慧求不得 那么种种的苦 那这个是简单的讲 他说 一切众生 无死生死 无命所盖 爱皆所信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去 详细的讲 就是讲这个 愚赐无很凡夫 直接跟你讲 因为你没有智慧 不晓得因果 不晓得为什么会受苦 不知苦之本去 那么 无名所富 爱缘所信 我见我爱缠身 又不知道怎么去除 又不会去观照 又不会 又不会怎么样修 来扫益知足 来理喻清净 所以不知道 那么你这个身体 这样来的 你 我们早上讲 迷迷糊糊的过一生 颠颠倒倒的过一生 那么 这个烦烦恼恼的过一生 那你不是要过一三宝吗 没有 没有 这个就是无名所富 爱缘所需 那么 假设 你不处理这个问题 你不处理 所以我们要学 心经就是这样 波勒经 要有智慧 要有界定位 你不处理这个问题 你 这个就是你问题的真结 你不处理 你生死痛苦的问题 一直都会存在 那后面他还有 他有个对照 我们这个就是插掉了 无名所盖 爱缘所需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尽 这是一般人的 那我们详细 他有个对照 他说 彼此无分凡夫 无名所乎 爱缘所需 得此事生 彼无名不断 爱缘不尽 生坏命中 凡夫受生 还受生故 不得解脱 生老病死 悠悲恼苦 若有辖慧众生 你看 所以要有菠萝菠萝命就是这样 要有很利的智慧 那么一般来讲 佛陀都是这么讲 于此无闻凡夫的对照 就是多闻圣地子 智慧 多闻圣地子 常常佛陀就讲 于此无闻怎么样 多闻圣地子怎么样 多闻圣地子就是明相应的 什么是多闻 多闻不是听很多 多闻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阿难式的多闻 听很多 一种不是 一种就是 像罗霍罗 他就知道五云五瓦 六处五瓦而已 就这样想 他没有听那么多 这个多闻 什么是多闻 知道五云五瓦就是多闻 多是什么 塑塑思维 一次又一次的 五云五瓦六处五瓦 圆起五瓦 这些你去一次又一次的深入 你知道五云五瓦 知道六处五瓦 知道圆起五瓦 这个叫多 重点在五瓦 阿难那个多闻是听闻很多经典 但是那个多闻 那个多闻 不一定能解脱 真正的多闻 一般来讲多闻圣地子 多闻圣地子 这个是你如果看阿难经 常常佛陀都这么样的来讲 于痴无缓夫跟多闻圣地子 那我们配合这个点来就是 智慧多闻圣地子 智慧跟于痴 无闻跟多闻 凡夫跟圣地子 佛地子 我们现在听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是智慧多闻的佛地子 我们当然还不是圣地子 我们是佛地子 但是佛陀都是这样讲 智慧多闻圣地子 多闻圣地子 那我们把这个当成佛地子 那当然他后面 这个是刚开始修是这样的 但是你决定可以向解脱 那么智慧就是多闻的 就是他讲若有辖慧的众生 无名不断 无名所护 爱云所欺 得此事生 一样哦 阿难的身体 阿难怎么会有这个来 一样是这样来 提伯达多的身体 也是这样来 都是 你现在这个身叫做果报身 叫做夜报身 这个五蕴身是夜报身 这个五蕴身 这个五蕴身是夜报身 夜报 这个夜报从哪里来 当然从这里来 无名所护 爱云所欺来 所以 多闻的圣地子 无名 他说若有辖慧众生 无名所护 爱云所欺 他一样 前面都一样 爱云所欺 得此事生 一样 一样 一样这个五蕴身 有事之生 就是一样这个 有取事 得此事生 但是差别在于 大家都是无名所护 爱云所欺 但是我 努力断无名 断爱云 比无名断爱云近 你看 所以差别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 这样 这样去修 我 比无名断 爱云近 就是他努力去断这个无名跟贪爱 断近无名跟贪爱 努力去修 去断这个无名跟贪爱 比无名断爱云近 生坏命中 等到这样修 等到他生坏命中的时候 比无名断爱云近 生坏命中 不负受身 就不会怎么样 他能够正虐盘得解脱 就不会再受身了 不受身故 既得解脱 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既得解脱 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就是能解脱不能解脱 在于这个原因 佛陀有讲 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他说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怎么修 因为这个 他知道要断无名跟贪爱 他已经找到生死的关键了 解脱的关键 生死的根本 所以 比先修犯恨 你看 正向尽苦 他说 这个愚痴无很凡夫 愚痴无很凡夫 跟辖慧有智慧的众生 我们不是要行生波罗波罗蜜吗 那么这个就是辖慧 他知道 比无名断 爱远近 差别在哪里 这个 不修 这个有修 修什么 比先修犯恨 这个比不修犯恨 比先修犯恨 就是 他要断这个无名跟贪爱之前 他要先离欲清净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受八观灾戒 是这个写脱的善根 他就是离欲 总之我们讲就是离无欲 这个是什么 对于我所的贪爱 我爱 我爱 对境界 我对境界的贪爱是我所爱 那么你要先 所以重点是心 你要先离这个我所爱 设身相畏处 这个是我所爱的嘛 妙色 妙生 妙香 妙味妙处 你要先离那个懒拙 所以 爱缘所戏 你不过就是被这些武艺所戏服吗 你现在要试着解开 比先修犯恨 犯恨是什么 犯恨就是清净恨了 那重点在离欲啊 我们一般讲犯恨 如果以犯恨有时候是清净 清净的意思 那如果是犯天的犯恨 犯天的犯恨 他比先修犯恨正向尽苦 就是你要向解脱 你要离苦 你要有这个心啊 要有出离心啊 你都没有 你要断无名就断无名喔 你都不采取步骤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八观之一界 为什么说中解脱善根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道理 第二个你要真的是这样去做 我是要有这个心的 那么你要有这个理解 就是要是因为你被五欲细服吗 你这个绳子不解开 一条一条解开 至少不要绑那么紧嘛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我们讲犯恨 如果这个犯是大犯天的犯 犯恨基本上 他基本上是 如果佛法讲的犯恨有两种 一般是清净恨 清净 那清净不爱乌神口欲清净 那么重点是离欲 因为犯是在社界嘛 你要到社界清净 你一定要离欲 叫做离欲清净 你一定要离欲 离欲是离哪些欲 离五欲 就是五欲 八观在界就是离五欲的 离欲 第二个你到社界一定要有禅定 一定要有禅定 你一定要禅定 要有不动 不动 因为离欲 第二个要有禅定 第三个要有什么 要有事无量心 要有慈悲 这三个 基本上是犯恨 但是犯恨也所谓也叫做佛陀的清净 就是类似这样子 只是指清净 身口欲清净 但是他基本上 是从离欲讲的 离欲清净 所以 因为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解脱 他为什么可以解脱生老病死又被老苦 那么解脱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解脱 我现在称恨这个人 我现在知道这个因缘 我不起称恨了 我就在这个称恨的苦里面得解脱 是不是 早上我们忏悔 那么 因为我这个事情干扰我很久 过爱我很久 我今天真正的忏悔 那么我不会过爱在心上 我就从这件苦中得解脱 因为它让我一直产生忧悔 我现在透过忏悔我不再忧悔了 我就在这一种忧悔中得解脱 那么一个烦恼一个烦恼的解脱 一个小烦恼一个小烦恼的不再执着 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得解脱 你这条绳子也绑那条绳子也绑 你在那边打坐妄想有一天 哄的一身绳子自然断掉 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一定要从修行日常生活里面 会起的烦恼不起了 常常起的烦恼少起了 那么这样慢慢慢慢 离这个我爱的束缚 爱远近嘛 你这个也爱 那个也爱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这个也舍不得 那个也不是得 然后念佛说要往生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对说佛世界 每一根草你都执着 然后就幻想有一天我念佛念到 我们不能待在梭博世界 梭博世界了 就把我送到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你想的没 那不可能吧 所以你要对于这一些你所爱 执爱的东西 你要慢慢舍 这个才有办法 你才有办法 你的智慧要从这边慢慢培养起来 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不造业的能力 那当然根本是你慢慢知道 这个五蕴都是合合的 它不是那么实在 但是你要从这一些 所以你要先修犯任正向尽苦 才能够究竟念佛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先稍微先讲一下 人就是所谓的缘起圣生 因为我们讲到行生波罗波罗蜜嘛 讲到这个烦恼 造业 怎么一种方 怎么一种缘起 后面我们也讲到我 这个我也很复杂 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下一次讲的这个我见 就稍微又复杂一点点 那没关系 就是我们这样慢慢懂一点点 懂一点点 那就是回去之后 要如理思维 要专精思维 要硕硕思维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